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屈原以下到底哪些人在我们的诗歌史上被我们称为大诗人 原因又是什么 我想今天就跟大家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首先被称为第一位大诗人的是谁呢 那就是三国时代的曹植有一句成语叫做财高八斗 什么叫做财高八斗呢 就是说谢里运说天下的诗人总共加起来有一旦 一旦就是一个单位 那一旦就是十斗的意思 那么曹植这个人就独占了八斗 其他人就是才占下十分之二 曹植占了十分之八 形容他的伟大 但我们今天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 可能反而觉得曹植的诗好像没有古代人所推崇的那么伟大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古今美学产生了一些差异 曹植之所以被推崇为古代的第一位大诗人 那是因为在曹植之前 汉曹的五言诗多半还是比较质朴的 多半还是比较单调的 但是曹植他用他的这个财思 让这些五言诗的写作形成了非常丰富 非常活泼的一种内涵 他用这个五言诗表达了自己 在他跟他的哥哥曹丕之间 那种政治冲突上的种种的悲哀 种种的痛苦 所以能够很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他的生命情调 因此后人认为曹植把诗歌带上了 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写作的高度 那除了这个曹植之后呢 我们会认为的大诗人是谁呢 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陶渊明 那陶渊明在我们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中学的 在我们中学课本里面 大概呢 这个大家读到了很多 包括了什么《吴柳先生传》 包括了什么《归序来词》 还包括了这个他的饮酒诗 那大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诗人 可是大家知道吗 陶渊明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 在东晋的时候 他的诗并没有受到太多人的肯定 再晚一点 有一个人叫做中荣 编了一本书 叫做中荣诗品 但是各位 在中荣诗品里面 他把诗人分成上 中 下 三个等级 陶渊明不过在中等而已 没有办法到达上等 这又是为什么呢 跟我们刚才讲的理由很像 因为在当时的诗人 他们所喜欢的诗歌 还是那种词彩非常华丽的 声调非常优美的 对偶非常工整的 因为在当时而言 那是一种新兴的文学写作 大家比较喜欢尝试追求 那种新的文学的格调 可是陶渊明的诗 我们现代人觉得很美 当时的人觉得他的诗太平淡了 觉得他的诗太乏味了 虽然他里面表现的情质 韵味是很高雅的 是古今影译诗人之中 描写这种所谓的影视的生活 但是从诗歌本身 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的作品太过于质朴了 好像没有一些适应人的词彩 所以我们要知道 文学的审美口味 文学的标准 那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陶渊明一直到了唐朝 都没有受到极端的推崇 反而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苏东坡非常的推崇 这样子的一位大士 陶渊明的地位才慢慢的越来越高 才慢慢的成为了 在中国古代可以跟其他人 几位了不起的作者 成为第一集的最伟大的诗 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 一方面理解它的内容 一方面也可以透过 古人对这些诗的评价 理解古代的那一个时代 那么在汉卫时代 在南北朝时代 各以曹职 陶渊明作为所谓大诗人的一个代表 那么接着到了诗歌的黄金时代 在圣堂的时候 出现了同时出现了三个了不起的人物 大家知道 就是王维 就是李白 就是杜甫 这三个人 王维叫做师佛 李白叫做师仙 杜甫叫做师圣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三个 各自代表了三种不同文化的一种结晶 王维 是佛教文化的一种代表 李白 是道教文化的成仙骂一种代表 而杜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代表 所以他们不仅是诗歌 写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动人 同时 他们也代表了传统文化中 儒 士 道 这三种文化 在文学上最淋漓尽致 最高的一种表现 比如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王维有一首诗 叫做心仪物 心仪是一种植物 那么它在山里面 有一个山谷 开满了这种红色的心仪花 这首诗怎么写的呢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见户即无人 纷纷开起落 这首诗 就这么二十个字 就结束了 各位 我们知道 王维叫做诗佛 他的诗里面 往往带有一种佛教的 这种含义在其中 佛教本身给人的 就是一种要去清净 就是一种去除自己内在的欲望 就是要去找寻生命存在的 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你看王维借由这朵花 木墨芙蓉花 讲的就是心仪花 在一根树枝的尖端 一朵花像荷花一样那种花瓣的形状 在山中静静的盛开了 在山中发红恶 很美啊 很漂亮啊 可是 王维怎么说呢 在这个山谷当中啊 见乎即无人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王维以外 没有另外一个人 看见了这朵花的盛开 这朵花纷纷开且落 这满屋满山谷的花 时间一到盛开了 时间一到又同时通通都掉落 各位 他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读一首诗 首先理解想象他的画面 你看到一个画面在山谷里 花开花谢 没有人看到他 自然的开自然的谢 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自我生命的一种看法 生命在我们的世界里 往往是依附在一个人间的 我们人去为他所建构的 一个脉络之上 我们每个人要有一张身份证嘛 身份证上还要贴一张照片嘛 对不对 他才能够代表你自己嘛 对不对 然后你有你的职业 你现在是学生 他是老师 有的人是医生 有的人是火车驾驶员 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的存在 可是这一朵花 它不但没有任何身份的存在 它的存在好像完全 跟这个世界是无关的 那么你必须追问一个问题 这一朵花的生命 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呢 所以佛教里面常常提出这种 非常关乎于我们生命本质的大哉问 所以王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明白 生命的存在 就是天地间循环的 一种自然过程的话 其实即使没有人知道你 即使没有人欣赏你 即使没有人明白你 可是你的生命 仍然是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的 它属于这个大自然 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看 他把佛教的思想 佛教的精神 用诗歌的方式 用一朵花的形象 那么分享给了这个世界 所以王维很了不起 那李白更不用说了 我们小时候读唐诗 往往都是从李白的 这个床前明月光开始读起 对不对 李白的诗 我们刚才说 它有一种道教的色彩 所谓的道教 就是希望能够追求生命的永恒 希望能够超脱红尘俗世的一种羁绊 能够让自己的生命 升华到一种 像仙人一般的 那样的一种情境状态当中 李白的诗有的时候给我们这种感觉 尤其他又很善用 这种所谓的长短参差的这种句法 来表现一种淋漓静致的豪爽的气息 你看像我们所熟悉的这首江敬酒 这是一首乐福诗 江敬酒就是赶快喝酒吧 喝酒能够忘却尘世的忧愁 对不对 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他这样子一口气喊下来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法 朝如青丝暮成雪 好像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 对不对 接着讲 人圣得意虚敬欢 莫使精尊空对月 天圣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们说李白是豪放的一种代表 我要问一句 什么叫做豪放呢 所谓的豪放不是喝酒唱歌打人 就叫做豪放 豪放的意思是你内心的观点价值观 跟这个世界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说 我们在人生中要这个去 积极盈盈的 尽我们的本分 对不对 我们都很担心 自己没有钱了 该怎么办 我们不被重用了 该怎么办 我们在社会上 没有一半 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贡献的地方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会很担心 那李白说这些都不要担心 人生得意虚心 你只要每天过得快乐就好 追求眼前当下的快乐 不要去想太多的事情 那么呢 末时金尊空对月 我们要赶快喝酒 月亮这么美 我们就要享受这个美丽的月光 对不对 还有告诉你 天生我才必有的 每个人来到大自然这个世界里 这个 我们的人间世界 每个人都有他上天给他的安排 你不用太担心 千金散金 我把钱花光 马上钱又会回来 所以李白他就是用一种 比较不同于寻常的观点 来看待他眼前的世界 因此我们认为他是好放的 他很不一样 对不对 但李白也有一些非常细腻的地方 我们刚才讲到大诗人 这个大不是这个人很大 是他能够把每一种类型的诗歌 都写得很好 他能够写江敬酒 这种豪爽的 这个不一样的人生观 他也能描绘一个女子 心里面那种忧怨的深情 看这首这个玉阶院 玉阶深白露 夜久青罗袜 一个女子站在这个 应该像大理石一样的一个 这个阳台之上 站了很久 多久呢 连露水把她的袜子 都给打湿了 他为什么在这边站那么久呢 其实他是在等待一个人 看这个人今天会不会回家 就等到了三更半夜 他回来没有呢 他没有回来 所以他就很失望 却下水晶脸 回到了房间里 把这个门帘放得下来 就表示今天结束了 我不再出门 也没有人会再回来 所以就在这一刹那 放下水晶脸的一刹那 他抬头一看 哇 玲珑望秋月 秋天的月亮 是这么冰冰冷冷 清澈透明 各位啊 其实啊 冰冰冷冷 清澈透明的不是月亮 是这个女子心中失望的 失落的一种心情 所以李白啊 他可以很好访 很好爽 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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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这个千金散尽 他不在乎 但他也可以写 这种非常忧生 非常细腻的部分 他很了不起 那么呢 杜甫 我们前面介绍过 给大家介绍过 他是一个社会写实派的诗人 他的诗 《多半关怀家国》 像这首灯楼啊 花进高楼商客心 万方多难死灯灵 唐朝啊 当时国事衰尾 西边的兔藩 大举入寇 把唐朝打得落花流水 杜甫非常担心国家的安危 但是呢 这个 他却只能在这里灯楼感慨 所以杜甫写的诗啊 都是对国家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关心的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这个山边的浮云是一座山啊 山边的浮云变化 好像古今的这个所谓的政权的兴衰一样 杜甫就很希望啊 北极朝廷终不改 我们的国家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 西山寇道 指当时入侵的兔藩这个民族 莫相亲 可怜后主还慈庙 杜甫就很感慨 国家这么的崩溃离乱 我呢却没有办法报效国家 我只能在这里怎么样 日暮聊为梁甫冰 这个梁甫冰是什么呢 是诸葛亮早年所写的诗歌 所以杜甫很希望 自己能够成为诸葛亮 能够安邦定国 所以这种怀着一种忧患 那去这个深爱国家的情绪 就是诗圣 他之所以称圣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除了这三位伟大的诗人 到了中堂 又出现了一个大诗人 叫做《白居易》 《白居易》最有名的诗 大家也许读过《长恨阁》 讲唐玄宗 跟这个杨贵妃的故事 把唐朝的兴衰 寄遇在一篇叙事诗里 写得非常的好 后宫家历三千人 三千种爱在一生 可是白居易的诗 它也有一些 非常平易近人的部分 有的时候 有人会说 白居易是一个很庸俗的诗人 但我觉得 白居易其实不是庸俗 而是带着平易近人的那种情感 像这首诗 《问刘十九》 这个人是姓刘 排行第十九 所以叫刘十九 他说 绿以新陪酒 红你小火炉 晚来天遇雪 门饮一杯舞 在一个快要下雪的黄昏 想要邀朋友来喝上一杯 他不写一个邀请函 我就写一首诗吧 所以这种平易近人的部分 让白居易 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 大家都能接受 大家都读过 他的一个大诗人 这是唐诗 那么到了宋朝 当然诗人也很多 但是我想大家心中所浮现的 一定就是大诗人苏东坡 苏东坡的诗好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 它有非常丰富的联想性 像这首诗 《会从春江玩景》 那是一幅图画 苏东坡就描绘这幅图画 他说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枝 有人就不服气 春天到了水温提升 只有鸭 鸭子最早会先知道 有人就问 那为什么鹅不会先知道呢 苏东坡的联想力是很丰富的 用鸭子作为象征代表 他说这个画里面画到 柔蒿满地如鸭短 正是河豚遇上死 宋朝人很爱吃河豚 可是河豚有毒 据说柔蒿可以解毒 所以说柔蒿已经长出来了 河豚可以吃了 从一幅画 想到可以吃的东西 想到一种美味的美食 你看苏东坡是不是很可爱 那同时呢 他有很多很善于比喻的地方 比如这篇名作 人生到处知何事 我们人到了一个地方 像什么呢 他说恰似飞鸿踏旋 就像是红鸟在地上踩了那个脚印 那个脚印留在了当下 可是红鸟不知道飞到了什么地方 这种巧妙的比喻 古往今来苏东坡写得最好 所以他也可以说是我们诗歌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人 所以我想大概从汉朝 六朝 唐朝 宋朝 那么我们心目中的大诗人大概可以称为这几位 当然后代也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 但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一一地去为大家做介绍 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下一诗要为大家介绍的 是这个古典诗到底在我们现代有什么样的意义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